记者陈云桃园报道,喜寒儿社会福利基金会经过评选,在市府一楼成立桃园市府庇护商店,供应手摇影与减餐,先前在十字路口咖啡屋服务,被之前的六名庇护员工全说留任,今天一起洗银开幕,市长郑文灿也陪庇护员工DIY后片吐司庆祝,三月底前满百送百,二月底前还有加十元多一杯, 每天消费前十名可抽奖的优惠,喜寒儿福利基金会新竹事务所主任颜洪杰表示,为了与超商区隔,将供应手摇影,新鲜果汁,咖啡,清食,或咖哩饭等减餐,且能订购喜寒儿烘焙工厂出产的年结伴手礼盒,结婚喜饼等,他说这是喜寒儿基金会在桃园第一的据点,未来想订购喜饼的新人也可就近恰询, 严宏吉指出,六名庇护员工主要负责招呼客人,简易餐点制作的外厂服务,现场会有店长,就业服务员和门市人员共三人协助,也辅导庇护员工逐步学会结账,洽谈订单等工作, 市府劳动局说,桃园市府庇护商店营运开幕推出促销活动,即日起至二月底前每天消费前十名可现场抽小礼物,还有加十元多一杯,到三月底前消费满一百元就送一百元底用券,令市府员工有走折优惠,希望大家支持。 感谢观看